星光叛徒,支持美国政棍搞一场学好中文运动 作者李嫣 在不者眼中,欧美政客学历之力再高都是十柴 而智富中人一个一个都是学富五居的高级知识分子 专门给高质意见大家 但不者要承认这个认知要崩坏了 据报道,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的某场听证会上 美国智富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高级常驻研究员达姆 发表了一番震撼中国语言学界的惊天遗论 这位一头白发白骚的大叔表示 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挑战的时候 美方不应该曲解孙子兵法里面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 他认为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 要在敌人形成有罪对午前就将其消灭 What?What?What? 这番话的原意不是为了令敌人的军队丧失战力 从而使得己方达到完胜的目的吗? 基本上是用来形容不通过实牙实耻的交锋 就能使得敌方的军队屈服吗? 为什么阿达姆大叔可以创造新的涵意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句用来避免战争的说话 竟然可以被达姆大叔硬生生地理解为 先法制人打残别人 到底语言水平有多高才可以有这样的解错 中国语文DSE 拿异仇文言文的考生 都说不出这些话吧? 阿大哥 你还是伟大的美国官方智库的高级常驻研究员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你的脑袋究竟高级在哪? 高在刻意曲解中方的意图 从而煽动两国交兵? 必须要承认 语言文字真的富有生命力 像中文这种抹沛的语言 你用正常的方式理解又得 用天马行空的方式曲解 赢得 得了 不识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生母大叔 找个达姆大叔 扮成了解中国的人 两个都是一淡淡 不识在扮识 一点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虽然学中文不容易 但美国要了解中国这个敌人 怎么都要学中国人的语言吧 美国人真是真是真是要大范围学好中文外语 不要再骂出这些因为偷懒而酿成的高级语言类笑话 OK?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